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刘德华赏识 之后更是成为了刘德华公司的一名偶像歌手 出道后的陈山聪发过几张音乐专辑 但是反响频频 加之刘德华公司的倒闭 陈山聪因此退出了歌坛 2000年 陈山聪加入TVB 开始了龙套演员的生涯 虽说演的都是配角 但陈山聪产出的电视剧也不少 例如《律政新人王》中的曾建强 《大唐双龙传》里的宇文志吉 《法政先锋》里的蔡伟明 以及《雪景狙击》里的左轮等等 演配角的这些年 陈山聪的最大成就 大概就是凭借《雪景狙击》 获得了《万千新辉》颁奖典礼的最佳男配角提名了 那段时间 事业不顺的陈山聪 却遇到了比他大12岁的设计师杨杜萍 随后 二人开始交往 陈山聪靠着杨杜萍的人员 获得了很多不错的时尚人脉资源 他也因此获得了《潮山聪》的称号 陈山聪与杨杜萍结婚后并不安分 他竟然勾搭上了赌王的千金 何超云 2011年2月14号情人节 陈山聪约了发妻办离婚手续 如此过分的行为惹怒了杨杜萍 他质问陈山聪为什么非要选这一天 是不是真的那么爱慕虚荣 陈山聪也理直气壮地回答道 是 那又怎样 这一天何超云在个人社交平台 晒出了一张手捧大树玫瑰花的照片 公开秀恩爱 非常讽刺 抛弃发妻 帮上赌王千金的陈山聪 一度被贴上了渣男 拜金的标签 他们在一起期间 与陈山聪叫好的吴永威 有一天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宣布 自己和一位友人绝交的消息 虽没有指明这个人是谁 但大家都知道 那个人是陈山聪 事后 陈山聪的回应说 是因为玩真心话大冒险才打的电话 吴永威并不买账 两人的关系一夜之间变得水火不容 没了友情 陈山聪在爱情上加足了玛丽 他和何超云经常初双入队 他的一品在那段时间里 也一度被媒体诟病 太妖孽 本就名声不好的陈山聪 更是因为穿着辣眼 被大众嫌弃 身陷热烈的陈山聪才不管 他只想好好攀高枝 2012年春节那会儿 陈山聪直接跑到赌王三太家拜年 还和赌王和红霄一家一起喝茶 眼见这个吃软饭的陈山聪要进入豪门 他们的感情却突然生变了 2013年5月4日 何超云突然在个人社交网站上 把状态改为single 还发言说自己跟陈山聪只是好朋友 至此 陈山聪和何超云正式宣告两年情段 至于分手原因 外界也是议论纷纷 传的最多的一种说法是 陈山聪和何超云在一起后 经常刷爆信用卡 卡债越欠越多 指望何超云帮他还 这一操作激怒了何超云 导致两人分手 不管是哪种说法 贫富差距过大的男方女方 绝大部分都没办法修成正果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 陈山聪成了一线艺人 近日 爱妻生日 他就带着儿子陪老婆出去吃饭庆生 一家三口拍下温馨全家福 而好友胡定心也是惊喜露面 二 郑少秋 每次看到郑少秋的消息 总会让人想起那个胖胖的女人 沈殿霞 观众喊他肥肥姐 他不仅是香港的开心国 而且为整个华语影坛带来了欢乐 成功的事业背后 他与郑少秋的情感纠葛 是两岸三地最为津津乐道的八卦话题 其实 这份女才难冒的恋情 刚开始就不被看好 从外形上看 两人实在是不太般配 一个肥肥胖胖 背乎肥姐 另一个叶把排骨 人称排骨秋 从成就来看 沈殿霞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台柱子 演艺事业当红 郑少秋只是一个出出茅庐的后生 本钱只有一副英俊的皮囊 谢贤告诉沈殿霞 恋爱归恋爱 但必须弄清楚 郑少秋的人品如何 邓光荣更直接 郑少秋就是一个花花公子 心地不纯 可惜沈殿霞并没有听劝 沈殿霞看上的是郑少秋的勤奋 以及对家人的疼爱 人们不祝福他的爱情 他甘愿飞蛾扑火 欢欢喜喜地缴械 的确 有了沈殿霞陪伴左右 郑少秋很快便赢得 很多出演男主角的机会 1983年 郑少秋出演的《楚留香新传》 在台湾爆红 沈殿霞却放弃了自己 在香港的事业 来到台湾 专心打理郑少秋的各项事物 二人婚后 沈殿霞带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 可是当时 郑少秋仍与关金华 藕断丝连 当女儿八个月大 郑少秋就搬离了爱潮 沈殿霞祈求郑少秋 能不能重新开始 为了这个女儿重新开始 郑少秋轻声地说 好 这个字却让沈殿霞听出了不情愿 他觉得这条路走不通 还不如就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沈殿霞和郑少秋离婚 从彼此的影子中撤了出来 一年后 郑少秋与关金华结婚 留给沈殿霞的只有一个女儿 郑欣怡 她成了名副其实的单亲妈妈 本来就被心脏病与高血压折磨的沈殿霞 在感情的打击下 又患上了糖尿病和抑郁症 在加拿大 一个胖胖的女人独自拉扯着幼女 孤身走进医院看病 人们无法想象 她是昔日鸣满相增的开心果 横跨影视歌坛的大姐大 沈殿霞后来回忆当年的酸楚 眼里勤满泪水 我不晓得开完刀 第二天还能不能见到女儿 如果那样的话 她该怎么办呢 医生叫家属签名 她说没有 只能签下自己的名字 抑郁症让她的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2008年2月19日 饱受肝癌折磨的沈殿霞 离开了人世 郑少秋并没有参加 在加拿大举行的葬礼 受到沈殿霞诸多好友的指责 在香港举办的追思会上 郑少秋被迫现场发言 解释为何未出现在加拿大 她只谈及做父亲的本分 却对沈殿霞遮遮掩掩 令台下屈生一片 两个人的爱情就像鞋子 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 时过境迁 再去追究对错也没有意义 如今郑少秋与女儿的关系很好 沈殿霞如果泉下有之 定会欣慰不已 三 郑俊宏 2020年元旦 歌手郑俊宏公布了与富家女 何燕诗的婚讯 有网友说 郑俊宏是凤凰男 娶了物流大亨的女儿 从此实现了逆袭人生 何燕诗是家中独女 其父的身家高达六个亿 因此 郑燕宏能娶到这位豪门千金 也被网友戏称为六亿驸马爷 这个绰号并不好听 有攀附权贵 吃软饭的嫌疑 但是郑俊宏本人却并不介意 网友们的议论 2013年 郑俊宏在TVB组织的 议员歌唱比赛当中 在《新梦传奇》这个节目中 直冲总决赛排行榜 一举夺得冠军的殊荣 郑俊宏夺冠当晚 江丽文在他的社交网页上留言 Proud of you 因为这条祝福信息 两个人长达六年的地下情 也随之浮出水面 江丽文这位艺人来头不小 他的父亲是TVB的老戏骨秦佩 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专业 他进入演艺圈的时候 是与哥哥江文杰组合出道的 在没有进入演艺圈的时候 他与郑俊宏在加拿大的时候就认识 郑俊宏能够在TVB混得顺风顺水 离不开江丽文父亲的观照 如果不是秦佩的照顾 或许郑俊宏还要多扮演几年死尸 才能出头吧 人生能有几个六年呢 两个人相恋那么久 女方是奔着结婚的目的与他诚心相处的 但是随着Frid逐渐上升了知名度 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已越拉越远 2014年两个人分手了 据说当时Frid向江丽文提出分手时 很突然 女方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那个时候江丽文受到的打击很大 情绪一度陷入崩溃状态 并且因此还引发了抑郁症 为了治好心理创伤 他足足花了六七年的时间 才从这段情商当中走出来 分手之后的郑俊宏先后跟蔡思贝 吴若曦等人传出绯闻 2015年郑俊宏与何彦师公布恋情 但是却惹来网友的一片吐槽 因为郑俊宏在何彦师之前 曾有一个未婚妻 而且何彦师的以往恋情也并不少 但是再多的议论也没有阻拦两人的婚礼 2020年11月7日 两人如期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近期郑俊宏与何彦师 经常以夫妻档的形式出现在活动里 在TVB的节目当中可以看到 郑彦宏和何彦师的家中 虽然装修比较旧 但是也简洁大方 由于两人是歌手 家中专门设置了专业的录音室 其实两人相恋多年来 郑俊宏早就已经融入了何彦师的家庭 他深受何彦师的父母喜爱 特别是何彦师的父亲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到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